很高兴,然后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思考《石头行传》第一章 刚才领事的弟兄姐妹唱了一首的诗歌《因他无来的经》 这首诗歌特别讲到耶稣复活 我们为什么今天在这个礼拜天来敬拜我们的主 就是因为耶稣复活了 很多很多年以前 好,很多年以前 那个时候我还读书 做留学生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来教会了 虽然我幸福很早 我很早就是在家里面 父母带着我们去当局来做基督徒 但是出国留学的时候才来教会 教会什么 当然教会的牧师 就鼓励弟兄姐妹们 就带新朋友来 传福音嘛 对不对 那我也不错 我就带了我的朋友 这个 来教会 那这个朋友呢 还不错 听这个一叫他来呢 他就跟着来了 跟着来了以后呢 就做他最后一排 所以做最后一排都是新朋友 然后做最后一排以后呢 那他就听牧师讲道 当然了 该站起来唱识唱识 该坐下随时听讲道 听完了讲道这时候呢 那我怎么样 在门口之后呢 就得问问他感想如何 是吧 那我就问他 怎么样 感觉如何 听个半天 不打动 正常啊 那牧师突然间讲一篇道 根本他都不知道 什么回事 那当然听不懂啊 但是 紧接着他问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 你为什么要做清楚 突然间这么一问我 不知从何打击 我已经老基督徒了 那个时候 我很多年是基督徒了 但是 为什么让我做基督徒 一两句话 你打呀 你别把那个什么 主日学里边的牧师讲道 从头到尾讲一遍啊 讲三小时 两句话 我一直一想 这么回答 哦 今天小生好 没有平坦游戏了 最后还有永生 是不是 你们是不是也可能这么回答 差不多 我们为什么 要做净子 你至少这个问题 一直 困扰在 我的脑海里 后来 一直带着我 在查经班之中 后来 一直带着我 进入神学院 我要寻找这个答案 我们为什么 要做基督徒 我也观察思考 那些来教会的人 成为基督徒的人 他们为什么 成为基督徒 很多人 成为基督徒 是因为 哦 到教堂来 蒙福啊 这个 有一次 有个团庆 的那个 那个人呢 到我家里来 到我家里来的时候呢 这个 这个 我家是挺蒙福的 你们没见过我家 回头带给你 完了以后呢 结果呢 这个 老太太呢 是信主的 老先生呢 不信主 但是老先生呢 非常安静 老太太去哪里 她都陪着 才敢任何教会活动 她都跟着 送 当司机嘛 一定要送 所以呢 到我家的时候也 也 一进家门 老太太进来 先打量一下 一看 看完了以后呢 就冲着老先生说 你看 赶紧信耶稣吧 你看 他们家都蒙福啊 听明白吗 哦 蒙福就信耶稣 那我家里 要是有点问题了呢 那就不信耶稣了 所以 人家为什么信耶稣 为什么做基督徒 蒙福 每天早上起来祷告 基督徒祷告 祷告什么 万事顺利 那么呢 最后呢 快死了 那祷告什么 上天堂 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 所持的目的 我们为什么 要做基督徒 基督徒活在世上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从史书行传之中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代的基督徒 他们怎么样生活 他们怎么样相信 他们怎么样组织教会 他们怎么样传福音 我们从第一代的基督徒里面 可以看到 或者是得到刚才的问题的答案 他们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 《史书行传》 记载了一系列令人兴奋的事件 耶路撒冷的教会设立起来 福音传遍了犹大和桑玛利亚 再后来传到了叙利亚的安提阿和小阿西亚 马其顿 最后传到罗马 第一章到第五章 那是讲到教会在犹大地 怎么样发展的 第六章到第九章的时候 讲到教会发展起来 也面对很大的逼迫 十章到第二十章 因为面对逼迫 所以教会开始向外方人传福音 外个人的越来越扩大 二十一章一直到二十八章 就特别讲到 《史图星传》里面一个重要的人物 那就是《史图保罗》 他被捕 他被送到罗马 《史图星传》的作者是谁 传统上都认为 《史图星传》的作者是陆家 陆家应该是一位医生 有一定的文化 他跟随《史图保罗》 一起传福音 做《史图保罗》的同工 他在《史图星传》里面 就解释了福音怎么样开始传播 传遍地中海的阳满 从耶路撒罗一直传到 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 既然是讲到门徒的所作所为 第一章就讲到 主耶稣对这些门徒的吩咐 第一节一上来就说 提阿非罗啊 我已经做了前书 提阿非罗应该是一个官员 他特别写给他 他可能是一个基督徒 可能是在教会里面 已经有一定的影响力 他把这本书说是给他 实际就是给了那个教会 他又写了一卷书 所以又给他 这就是后面的《史图星传》 那前书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前书应该是路加福音 所以他就说到 我做了前书 论到的是耶稣开头一切所行 所教训的 那就是说福音书里讲的是什么 福音书里讲到耶稣在世的时候 他怎么传大 他怎么传福音 他怎么带领门徒 最后 讲到 他怎么被捕 受死 最后讲到 他怎样复活 这就是福音书里面所讲到的 后来 他在继续第一章里面讲 他受害 第三节 他受害之后 用许多的凭据 将自己模糊地显给使徒们看 四十日之久 耶稣复活了 那就是告诉大家我复活了 就走了不就完了吗 为什么显四十年 因为当时很多人不相信 人死了还能复活吗 这是不可能的 三天之久 人都开始发臭了 怎么可能突然间就做起来 这是不可能的 每个人都是 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所以很多人不信 包括他自己的门徒 十二使徒里面有一个 叫做多玛 多玛就不信 为什么呢 那天耶稣显现的时候 这个多玛正好不在 那不在的呢 听说呢那些门徒就说 哎呀 耶稣显现了 那个复活了 不但复活了 还是我们显现 好 那个我们逐渐谈论了半天 他说不可能 他说除非 我把手探进他的指头 因为他只有钉盆嘛 完了以后呢 把手摸摸他的肋旁 你看他被枪扎了一刀 这样扎了一枪 一定有个洞 所以呢 他就说除非这样 哎没想到 耶稣这个老友老远就听见了 听见了以后有一天 他正好在中间的时候 哎 耶稣就在他们中间显现 耶稣就冲多玛说 来啊 伸出你的手来 探探我的手 钉横 探探我的内耙 当然了 那个你回去去看那段福音书里边 那段记载里边那个多玛呢 那个 没有记载多玛去摸了 立刻就扑倒在地 完了结果就让 我的主啊 我的神啊 就啪的要死 没记 但是呢 这个欧洲这个教会这个习惯呢 画点画 画在墙上啊 他就曾经有一个这样的名画 那个画呢 就是表现 耶稣呢 在他们中间 完了以后呢 还把衣服撩起来 恶魔那类的 把衣服撩起来 完了那个 那个多玛呢 还就这么样 摸一下 那当然了 画家这个 这个意思就 就到这 从中可以想象到 一个事情 当时 很多人不信 所以 耶稣用四十日之旧 向门徒们显现 不止这十二个门徒 十二个使徒 还有很多的门徒 向他们显现 完了跟他们一起 证明一件事 他是活着的 你知道 如果我们跟一个老师 那个老师死了以后 你知道我们这些人 都不知道他干什么 所以打鱼的打鱼 该干什么干什么 都不知道 没有失踪 人生没有 突然间没有方向 所以人就很困难 但是他们 耶稣向他们证明说 他是活着的 后来继续 不但向他们显现 第三届最后说 讲说神国的事 诶 这四十日之久 还没浪费时间 还干什么呢 还讲话 就是还继续上课 哇 四十天之久啊 你们想过吗 那四十天之久 什么都没赶 来就听耶稣讲道 圣经里没有记 耶稣讲了什么 没讲 那我们可以猜一猜 耶稣到底讲什么 四十天之久啊 天天见他们的时候 就跟他们讲论 讲论什么 我猜 耶稣要让这些门徒们 明白 他为什么要受死 他为什么要复活 他来到世上的使命 他如果离开了 他们的门徒 他的门徒们的工作 应该是什么 我想可能这些 都是在他的讲论的范围之内 第一代的信徒 应该没有受过 很多的教育 更不用说 什么神学教育 今天的时代 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教育非常普及 我相信在座的人 一定受过很好的教育 很可能你们中间 有什么 爵士 硕士 博士 都有的 我相信 在Silica Valley的人 都非常的 骄傲 有一次我在飞机上 去中国去教课 教课回来的时候 人家就问我 看我回来 一看就是住这边 你住哪 我说 我住在那个 离Taple电脑公司 跟这个jed 不太远的地方 你知道 你这叫讲话的时候 特别怎么样 都手在叫 对吧 可说 比我厉害 阿 诶 就是这 就这个 我们今天在座的 都是出 world Apple电脑公司 很近 你看我有些朋友 从亚洲过来的 不止这种大陆的 亚洲过来的 到了我们这儿了 我们第一句话 就招待他们的时候 就问一下 快去 我给你们看一看 要看一看 像朝圣一样 要去看一看 照着一张相 其实什么都没有 我们思维团团里的人 都是受过很好的教育 当时第一代的兴退 没有什么教育 更没有什么神学教育 不懂得很多的东西 不像我们今天 在湾区里很多神学院 我也在神学院里教书 在神学院里教书 很多弟兄姐妹 去那儿上全学 为什么要上全学呢 因为戴茶经 戴到后来都不知道怎么讲 讲主学讲到后来 都干掉了 那有的教会就严格规定 想做执事的 先去读水学 拿一个diploma 完了以后再读水 那意思就是说 经过一定的训练 起码站在台上 不会乱讲 这都是 我们这儿有机会嘛 有这个条件 为什么不会 就是不接受呢 还有一点赖 书读得不得了 所以这些事都是 使得我们今天 是明白很多 但是第一代的信徒 不懂 也不懂很多大道理 不懂得什么 怎么叫福音改变社会 当时教会的建立 完全是因为 他们坚定地相信 一件事 在《石头行传》里面 不断地 在他们的讲论之中 出现的一件事 那就是一个死人 复活的道理 彼得在下一章 站起来五旬节之后 站起来讲道 引经据点 站起来在那里 传讲耶稣基督 但是 他讲到最后的时候 怎么说 这耶稣 神已经叫他复活了 我们都为这事 做见证 结果呢 他讲完这话以后 底下听着的那些犹太人呢 心里像刀子一样被炸 难过得不得了 就问 那我们怎么办呢 彼得就立刻跟他们说 受洗 归向耶稣基督 结果那一天之中 受洗的人 有三千 你知道吗 我刚开始进神学院的时候 就看到这一段 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就开始做梦 这彼得这件事 讲道太厉害了 我干脆把它背起来算了 以后我就来讲道的时候 就站着一背 背完了以后 你们都从没记录做 咱们不要三千吧 三百 然后后来我就拿着这段的 就跟那个神学院的老师那儿去讨论 我说这段讲不错 讲得很好 很有力量 那个神学院的老师那儿去 这个这个这个 它是在犹太人讲的 你拿这段讲 下面没一个人听得懂的 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就要用中国人能听得懂的 那个道理 深入浅出的跟他们讲 他们才能明白 他们才能够 不是说不可能有三千人信住 但是你要想 要思考 为什么我们要进持去 这么一想 想 彼得在那一天 讲到最后就是讲 耶稣复活了 保罗 是大波道家 走到任何的地方 就开始不闹 圣经里曾经记载一个地方 他到了一个地方 结果他前一个礼拜 那个安息日讲道 讲完了以后 下一个安息日的时候 过了一个礼拜 合成的人几乎都来 要听他讲道 哎呦 这很厉害啊 如果我在想要在这儿 讲一篇道 完了今天 明天你就说啊 下礼拜要合成的人 把你这儿挤爆了 哇 你们是不是也高兴死了 合成的人 他是个大波道家 但是 圣经里积攒 还有一段时间 有一次 他到了这个希腊的雅典 知道雅典是什么 雅典现在不算什么了 在这个欧洲的地区的时候 这个所有的文明 包括我们今天讲的英文 都是源自于希腊文 真正英文成为书写文字 不过不到一千年 以前没有英文的密说 英文就是一个野蛮人的 那个嘴巴里边讲的那个 那个不知道什么语言 后来啊 用点拉丁字母 把它那个拼成语言 这就是这种英文 不要觉得已经学了英文 就觉得对不起 没有了 英文很差劲啊 英文是欧洲语言里边 我学过好多欧洲语言 欧洲语言里边 是最容易学的语言 哎呀 你们又服了 雅典是文化的中心 所有欧洲人一讲 就是要希腊的文明 那希腊人很骄傲的 希腊人 这个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 一个希腊的女孩子 嫁给了一个欧洲的白人 那希腊的那个 那个岳父呢 就拍着这个 亲家 共喝多了以后就说 你知道吗 他们那个白人是北欧的人 这个我们希腊人在树底下 这个讲论哲学的时候 你们还在树上边呢 听明白了吗 这个他就是夸张的家 这句实实啊 希腊人讲论哲学的时候 北欧的人还不会种地呢 只会打鱼 他打脸 他不会种地 种地是后来宣教士 天主教的宣教士 教他们种地的 他们才懂得种地 才懂得诸诗读书 才有文字 以前没有文字的 也不懂得什么叫读书的 他们只会抢东西 就是野蛮人嘛 欧洲北欧都是叫野蛮人 只有地中海 延外就有文明人 所以保罗就一天到了雅典 你知道雅典人就爱讲论哲学 哲学是什么 哲学就是站那儿讲一通话 别人都特别明白 我去讲哲学 就是差不多 完了保罗呢 一听他们讲 天天每个人都在这儿讲 一讲就有几个人围上去 完了以后他站起来也讲 就讲论了一番 讲论了一番呢 你回头去看啊 事实际上记得 他讲论一番完了以后呢 别人就开始围过来了 哇 这是一个新人啊 没见过来 哗 又没过来了 就开始听 听完了他的讲论 就开始有人摇头 圣经里说 就有人讥笑他说 又有人说 我们再听你这个道理吧 他讲了什么 他讲论一个死人复活的道理 他这一想着死人复活的 他说不可能呢 走了 所以保罗有一个故道 是非常的失败 一个信的人都没有 所以你要传福音 给人传了半天 他都不信 别担心 打不到家保罗 圣经里面记载第一份的 结果怎么样 一个人都没有 非常失败 你想想他 你就非常有得安慰 所以我也有过这种 传了半天 废了老牛的记忆 完之后 他不信 没办法 很多年他也不信 那没办法 不要去 保罗曾经也是 因为他讲一个道理 死人复活的道理 今天我们在教会 讲什么样的道理 你知道我们当这个传道人的 你看一看 这种事是也挺不容易 就真的很不容易 我们想教会很多很多年 十几年了 这个 非常体会 传道人的生活 听到他们讲什么 现在的教会 咱们就说教会吧 什么东西最吸引人 没到午晚上 再开个讲座 夫妻关系讲座 是吧 当然了 老的 对不对 弟兄姐妹 年长的弟兄姐妹 晚上我们都这样 不用了 那年轻的呢 不行 一定 一定 对不对 我来听 对呀 哗啦啦啦 来一批 再开一个讲座 什么讲座 亲子教育 哎呀 太紧了 你知道我们华人 最注重的就是 海事教育 所以呢 又一定要来听 哇 又来一批 那下一次没得开了 再开个什么讲座 什么 健康啊 健康也行 还有 再开一个什么讲座 理财 你怎么知道 哎呀 真的啊 这不信你试试 您说理财 哇 现在全都来了 老少爵仪 全部都来了 啊 真的啊 教会该讲什么 教会某种程度上已经沦落到 要迎合人们的喜好 如果今天 你们这个 这个礼拜五晚上 团庆的时间 你们有团庆啊 团庆的时间 如果说 我只讲一个 复活的道理 死人复活的道理 那是不是我们也像雅典人一样呢 老掉虫叹 回头再听吧 第一代的信 就是持守着一个信念 一个死人复活的道理 他们凭着这种的信念 建立教会 他们凭着这种的信念 向人传书音 他们凭着这种的信念 当面对罗马政府军队的逼迫的时候 他们勇敢地面对死亡 因为他们相信一件事 死人可以复活 今天有可能虽然死了 但是必有永生 在神的那边 第四节到第五节 耶稣跟他们说 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就是我 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约翰用水施洗 不多几日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父所应许的 他就是讲到 是旧约的圣经里 早早就预言到了 旧约圣经 在新之书里面 多次的预言 神要把圣灵赐给他的子民 以西节书 三十六章二十六节 这样说 我要赐给你们一颗心心 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 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食心 赐给你们肉心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使你们顺从我的律力 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这就是告诉他们 你们以色列人靠着自己的肉体 遵守律法 实行不了 为什么 你们心里固然愿意 但是你们做不出来 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 但是神说 不要紧 到日子到了的时候 我会把我的灵赐给你们 让你们从心里里面 可以行出律法出来 成为一个心灶的人 里面有一个心的心 愿意遵行神的命令和典章 后来 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 有一个老先生 这个来见耶稣 白天不好意思来 怕这个有影响 最后晚上来见 我想你 我一说你们大概知道 是谁 尼哥迪姆 尼哥迪姆是犹太人的先生 他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 耶稣看见他进来了 他这还跟耶稣套近乎 耶稣就没跟他套近乎 直接了当 你知道这个耶稣讲话是 看着不同的人 讲东西是不一样的 这个一般的老百姓 都什么都不懂 私留不懂的那种事 那就是跟他要慢慢讲 用比喻来讲 看着这种人 就不需要用比喻 直接了当地跟他说 他说 你若不重生 就不能进身的过 哎呦 老先生一听 胡都不论 他说我都老了 让我重生 在进母府中 重生不完吗 耶稣就跟他说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就是人 那个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的肉身 是从父母那里得来的 是属于肉身 不是属神的 只有从神那边 圣灵生出来的 才是属神的 也就是说 若我不接受圣灵 在你的心里 你永远不是 一个属神的儿女 那讲完了 那就讲完了 当然我们后来知道 这个尼克定姆 后来还是出现 埋葬耶稣 靠着自己的能力 不能够持续不断地 为耶稣做见证 为什么 因为我们软弱 以色列人的历史 证明了这一点 只有一个新造的人 从里面生出能力来 才能够为耶稣做见证 第六节 在这里 到第十一节的时候 这个耶稣就说 尤其第八节 他说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做见证 必得着能力 这个 传福音呢 需要有能力 我不知道你们在座 有没有这种经历 这个传福音不容易啊 讲东西站在台上 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 当然了 每个人不一样 有的人呢 一站在台上呢 肾上腱素就分泌旺盛 就开始呢 就是不管他是胡言乱语也好 是反正就是出口争章也好 反正就是一溜一溜 人的话就全都出来了 诶真的 有这样的人是天生的 但不是每个人都这样 大部分的人都不是这样 你们觉得我在台上还可以吗 就不是找你们要的表扬 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我不是这样 我可以讲这两个例子 你就知道我大概什么样 这个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这个那个时候还在分配工作 分配工作的时候呢 就得让我在学校里当众教 当众教 就是老师啊 教授帮他 那个宗教都美国的宗教 不一样啊 美国的宗教 那是随便什么人都是 那是帮忙一下 当宗教的时候呢 这个老师呢 就是上班第一堂课 跟那个教授 教授就说了 好 今天这个第一堂课呢 这个 音识上谁 介绍 你回去什么 这堂课就给你 你讲一下 那这堂课 其实一年级的课也很容易啊 介绍介绍 反正什么底下孩子 都是高中毕业生 什么都懂 那我就 我总比他多一动 就多一点 后来就开始做 准备一页两页三页 准备了一大堆 准备了一大堆以后呢 到上课的时候 好 这个孙老师来 那我就上去了 我一上去了 脑子一片空白 想的一大堆东西 写出来 都不知道讲什么 从何弹琴 不知道 完全不是 结果呢 哎呦 把人当我嘴完全讲了 讲完了差不多了 一看 不知道该讲什么了 跟那个 我下去 他就爬下去了 哎呦 回家那个傲丧啊 那当然了 那教授 早就教了多少年了 上海洋说 我没讲过的 就再继续讲讲 后来 这个 这个神感动我 工作十年以后 感动我去 这个 长飞 进神学 这个 当时神感动我的时候呢 我很久的时间 差不多两年多的时间 我不敢答应神 不敢 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我这个人呢 一站在脚踩上 我开始发抖 你没看见我发抖啊 你这脚踩不是透明的 我最怕那种透明的脚踩 你站在透明的脚踩 几乎是等于好像没穿衣服呀 站在众人的面前 连发抖都被人家看见 你知道吗 这个在脚底在那发抖 反正你也看不清楚算了 真的 说我很紧张 那种一个人 所以呢 我就说 不行不行 但是神不断地感动 后来我就答应 那好 进了神学院的时候呢 那时候神学院就安排我们呢 去到一个教会实习 教会实习呢 你别说 我还戴茶净还挺好 为什么呢 戴茶净反正都坐着 因为不站着 因为我一站起来 我就开始发抖 来坐着 坐着坐着 就大家随便谈 挺高兴 有一天牧师呢 看我呢 已经在这儿待了一段时间了 就说 这样吧 下个礼拜的这个茶净的时间呢 你一开始呢 给大家有一个短讲 短练短练 我说短讲啊 有点事 多长时间 不用太长 二十分钟是半小时就行了 捡一个平幕 我想 短讲短讲 再就短短的讲一讲 不行 回家 就是这个圣经里就去准备 准备呢 嘿 看到了一个 不错 这段的诗篇非常好 结果 我就拿这个诗篇呢 就开始准备 准备的时候呢 还划线 几乎每一个字 大有感动 人心呢 越看越感动深 所以在旁边划线呢 就是想着怎么去讲 好 完了以后 时间到了 让牧师说啊 这个孙女中 来和我们讲道 给我们分享 那我就拿着圣经上去了 一站在台上 糟糕了 那感动 全没了 真的全没了 怎么办呢 这怎么办呢 你站在台上下不去啊 你一口口口口口 一声人大 在坐上等着我们呢 那好办吧 先念一遍 念完一遍呢 反正经完十几节 完了结果怎么样 那每一节再怎么样 再念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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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解释解释 那把这十几节 念完了 也差不多了 我告诉你 那天晚上 悲惨的难度 我说主啊 你让我传福音做见证 我就这样 做什么见证 上的台上就这样了 不行啊 求神给我弟 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 差不多还能讲一篇大 不是我的能力 那是圣灵 是耶稣在 那个时候就说的 圣灵将在你们的身上 你们必得着能力 做见证 今天我们能够有能力 是神的能力 加在我们的身上 让我们站起来 能够为他做见证 这里面的见证 耶稣最后说 第八节最后说 做我的见证 请问 我的见证是谁的见证 你们教会里 有没有这个见证会 见证分享会 有 什么时候 感恩见 是吧 不好意思 反正我也不知道 咱们就乱说 请问 在教会里 很多感恩见证 没说大部分 才封出全物 有一些的见证 是谁的见证 意思是我是哪个我 很多人的见证 谁的见证是耶稣 是他自己 趁机怎么样 收购 哎真的 我就算没有这样的人 他一站在海上 从前认证开始说 感谢主 这个给我聪明 让我有回事 感谢主 让我有工作能力 找到最好的工作 感谢主 让我的女儿 长得特别漂亮 感谢主 让我的女儿 考上哈佛大学 这真的是这样啊 哦真的 但是底下听的人 都受不了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女儿漂亮 那我们家女儿呢 真的是这样 所以我们做见证 做谁的见证 不是做我们自己的见证 是做耶稣的见证 福音书最后 都讲到耶稣升天 之前对门徒的分证 《十诸行传》 在一开始的时候 也再次重复 耶稣所讲的吩咐 就是让他的门徒 为他做见证 见证什么 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 见证一个死人复活的道理 格林多前书十五章 这样讲 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成为睡着之人出手的果子 死既因一人而来 死人复活 也因一人而来 在亚当里 众人都死 照样 在基督里 众人也都要复活 今天我们做基督徒 就秉持着一个信念 那就是 死人要复活 当然了 不是每个人都相信 在这个 斯里卡尼里的人呢 大部分都很聪明 能在这工作上 工作的都是聪明 聪明人有一个好处 就是呢 什么都要想一想 有一个不好处 就是呢 明晚未了地跟你病 这个有一个同事 有一个这个弟兄 有一个弟兄在这边工作 他呢 这个 是公众师嘛 当然 他是基督 他是基督非常好 非常好呢 他呢 这个 给了机会 就跟他的朋友 同事呢 传编 传编 这个我们想在座的人 大家中午都吃饭 那中午吃饭的时候呢 一般就旁边呢 吃个面馆啊 就吃一个 吃一个碗面 就 就 他呢 这一次呢 就约了他的一个同事 好朋友 来来来来 走 我们一块去吃饭 没有呢 一块吃 这个 吃饭的时间呢 总之在过程有点交谈的时间 这一交谈的时候呢 就慢慢呢 他就引到了信仰 那就引到信仰的时候呢 这个 这个 非基督徒呢 就说了 他说 不管你们什么都好 讲的这个 这些东西呢 我都喜欢 但是有一样不好玩 就是啊 就是说啊 人死了 还要复活 就是这个 我是维护主义者 你们讲的那些什么做好人做好事 到底 我都同意 但是 人死了就是死了 不可能的 什么上天堂 哎呀 那个不过就是一个 想象吧 就像那个 佛教也有嘛 心天极乐 谁知道真的去假剧 连毛泽东都说了 去见马克思 到这儿去见 所以 这个东西呢 他说 我不信这个 他呢 就跟他不断地去证明 但是证明了半天 他也不能把天堂 给他打开看一看 就不可能 所以呢 这就是辩论的没有结果 那吃完了饭 时间差不多了 就开始往回这个公司走 一边走的 他还在继续辩论 那这个在楼上 就到了电梯门前 这个电梯门打开了 他就进到 进到里面 还在继续见 好 不断地讲 讲着讲着 哎 这个楼层到了 这个弟兄呢 哎 看他的楼层到了 电梯门打开了 他看着门打开的时候 灵机一动 想起一句话 就跟 他的朋友说 天堂好像是 天堂就好像这是门 门开了 我到了 我进去了 讲完这句话 他就进去了 当然 他一进去里面 怎么样 在门就怎么样 咚 灯 灯 天堂好像什么 天堂就好像那扇门 当有一天 我们到门前的时候 我们若坚定地相信死人一定复活 那门就打开 我们就进去 假若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 他的生命再灿烂 不过是人间的一个悲剧故事吧 因为我们确确实实地相信 他从死里复活了 主的生命就成为永远的胜利 唯有相信复活了的主 我们才能够面对每一天的生活 每一天的生活 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样 我们也可能面对顺利 也可能面对苦难 也可能面对健康 也可能面对疾病 但若我们相信复活的主 我们可以面对这一切 唯有相信复活了的主 我们才能够面对死亡 耶稣升天去了 门徒们举目望天 后来看不见了 还在定睛望天 继续望 突然间 有两个人站在旁边 对他们说 加利利人啊 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 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样来 耶稣是复活的主 他怎样升天 他还会怎样再来 今天我们在这里坐着的 都是他的门徒 就是凭着这样的盼望 为他做见证 我们一起提供的 主啊 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也要问问自己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 主啊 求你再一次提醒我 我们相信 就是因为你是一位复活的主 虽然这道理 已经讲了那样的用力 但是主啊 这道理 就是我们的坚信 我们凭着 这样的确信 来活着 凭着这样的确信 来盼望着 有一天 与你相见 可以带着你 帮助我们能够用你的生命 为你做见证 在三高塞这个地区 能够 令更多的人 归降 让我们有能力 有力量 谢谢 祝福我们的教会 奉耶稣的命当大